1974年 香港无线电视出品的《啼笑姻缘》上映 豪门恩怨 奶狗少爷 贫民女孩 一男三女 这套如今都在沿用的剧本设定 正式开启了香港豪门爱情剧 席卷亚洲的传奇 随后的20年 两岸三地的黄金八点党 基本都是豪门里的勾心斗角 刚刚亲约保利金不温不火的徐冠杰阿赛 听到了同名主题曲第一次认识到 原来粤语歌也有听众买单 同年发布了单曲《鬼马双星》 全港接近 原来里语气息浓厚的粤语 也能被人传唱 两个月后 田辞人苏翁之言 他是石破天惊震撼了整个乐坛 开启了港岛新时代 而时代风流 人间得意 才子佳人 无疑要占据一席 当年选美小姐和TVB的造型工厂开足马力 市场上很快就出现了尴尬的局面 明星太多 歌曲太少 兴许是那些年 大家脸还比较薄 不敢改两段和弦 就敢说自己是原创的歌手 至于面对和弦现场挠头的场面 更是难以想象 这个我是真的不知道 既然创作太难 很快就有人想到了破局的方法 翻场 摇滚太烈 爵士太雅 民谣太悲 日本刚好 或悠扬 或伤感 或励志 或救赎 并且经典歌曲 早已经经过了市场的验证 拿来就能用 至于日本 诸位 那可是昭和歌机的时代 传唱全球的金曲 数以陡计 日本的唱片公司大手一挥 卖 于是乎 一大批经典旋律被引入了香港 拿回来填个词 加上了香港歌手 当年极具个人色彩的演绎 就是一首全新的歌曲 李克勤的红日 郭不成的对你爱不完 梅艳芳的女人花 张国荣的风继续吹 陈慧贤的千千雀歌 歌声摇曳在红尘之中 一大批痴男怨女 在深夜中黯然 直到18年后 1992年 阿萨举办了一场 有史以来现场人数最少 含金量最高的演唱会 演唱会以圆桌宴会的形式 邀请诸位好友 开场谭永林称呼阿萨为香港歌神 只恨男为女儿神 不能以身相许 梅谷直言 八岁开始听了阿萨唱歌 所有歌曲到备如 各个张国荣 封卖三年后再开金口 而刘德华 张学友 黎明日后的四大天王 他位离单独现场 差得太远 演唱完主持人提问 三位巨星 如果选一首自己的歌 送给阿萨 要选哪一首呢 张学友立马接话 在香港 没人能在阿萨面前 自称巨星 当年的十大竞歌金曲颁奖典礼上 上台的大姐大鱼争 当场称其为 九十年代歌神接班人的称号 张学友惶恐不安 直言 香港只有一个歌神 我只是一个爱唱歌的神经病 整个乐坛盛世如画 直到一年后 黄家居在采访中调侃 香港哪有什么乐坛 就只剩下娱乐圈了 随即被全民声讨 但几个月后 家居不幸于是 作为家居对香港乐坛最后的评价 人们不再充满戾气 而是理性探讨后才发现 这个群星璀璨 高潮迭起的黄金时代 一幕幕令人追怀的声歌 一起取啼笑皆非的情爱 一段段盘根交错的友谊 故事的号角 从海那边传来 1979年 日本各地爆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 理由是他们对于某个决策表示不满意 要求相关单位撤回 无关政治 无关经济 人们上街的原因 是希望山口百会的新电影换个男主角 仅此而已 当时亚洲范围内娱乐乃至经济报纸都报道了这篇新闻 没人觉得奇怪 毕竟那可是山口百会 上世纪八十年代 中日关系交好 为了表示诚意 中国引进了第一部日本电视剧《雪仪》 后来 就是那个大半个娱乐圈都换上了山口百会情节 典型的当属张一谋 这位来自西北的闷汉子 嘴上不说 电影选角上一览无遗 某女郎一代又一代 神似山口百会的脸永不变 第一代的某女郎巩丽 刚出道即被称为小山口百会 第二代张子怡又被称为小巩丽 乃至后来的周冬宇 仔细观察 他们几个某个瞬间总有几分山口百会的样子 另一位来自山西的小镇青年贾张科采访中坦诚 当年自己的房间里 贴满了女神山口百会的海报 这份情节 港台人也有 张国荣为了表达对偶像的喜爱 翻唱了山口百会的《塞云纳拉的母扣告》 拿下了金场篇奖 确立的乐坛地位 哥哥隐退之时 数次雷奔 更是以这首歌作为结尾 让我们把时钟调回五十年前 1926年 川端康城发表了处女作伊豆的舞女 一时洛阳指挥 奠定了她在日本文坛的地位 此后数十年间 这部作品也被数次改变成了电影 搬上了荧幕 如果不是川端康城 史人也许不会像今天这样 这么多的谈到伊豆 带着娓娓的伤感 这是日本第一个被享誉全球的文艺圣体 而五十年后 1974年春 年仅十岁的山口百会 带着伊豆的舞女初登荧幕 蜿蜒的山道 摇曳的芦草 错落的房屋 还有那个昭和时代特有的风景 所有的印象 都成了最后阿勋 那洁白无暇的面孔 紧咬着嘴唇 夺眶而出的泪水 直欲挥断的手臂 让伊豆除了文艺青年圣体之外 又多了一个称号 殉情山崖 与戏里的伤感结局不同 戏外 该剧的男女主山口百会和三浦 五年的时间里 两人共合作了16部影视剧 于1980年完婚 至今携手40载 在告别演唱会上 年仅21岁 就红遍亚洲的山口百会 一袭白衣 发尖浪漫的百合花 站在了告别演唱会的舞台上说 谢谢大家包容我的任性 然后将白色的话筒 放在了舞台中央 飘然而去 娱乐圈是个名利场 求名求利者 大多难得自在 但也有例外 中岛没学得算一个 他有梦想 但也现实 刚毕业时 留在母校当一名普通的国文老师 过了两年 他工作受挫 眸之不顺 又逢父亲绵延病榻 于是痛定思痛 写了一首《时代》 每成想迅速穿红 就此改变了人生轨迹 在接下来的40年里 成为了日本ORICOM工信榜开设以来 唯一横跨四个世代 单曲榜冠军的歌手 而真正被国人熟知的原因 源自于这些年 大家调侃那句 《中岛没学》和《欲知浩二》 养活了半个华语乐谈 《迷迷之音》 邓一军的漫渡人生路 王妃 从默默无闻的王静雯 变天后那首 容易受伤的女人 让任贤其成为台湾一个那首 《伤心太平洋》 甜旭女孩鼻祖刘热英的 《原来你也在这里》 这些歌曲 原唱均为雪阿姨 据统计 雪阿姨保守预估有超过70首歌 都被翻唱成为华语经典作品 她的自载 还有很大一部分 来自于她的终身未嫁 祖师奶奶说 婚姻是女人的家宿 没了这家宿 自然快乐 虽然理由纵说纷纭 但从来没有哪个被证实过 传的最神乎其神的 是她曾经的偶像 吉田拓郎那段爱情 吉田拓郎 是日本民谣之父 影响了一代日本人 甚至整个亚洲乐台 有人称她为神一样的人 她为邓丽君的金长甲 谱过曲 她的夏日修 曾激发过罗大佑 写出的童年 在她49岁那一年 她自嘲江郎才敬 像中岛梅雪摇歌 希望是遗书一样的歌曲 就是后来那一首 给我一个永远的谎言 台上唱歌的人相视而笑 台下的人赶紧说 在一起 在一起 只是没有就是没有 雪阿姨不是郡主 对已婚男人 说不出那句 我偏要勉强 比起男人 女人间的八卦 似乎更为人津津乐道 比如 松润古游时 和中岛梅雪神仙 打架了几十年 至于成就吗 没多少 也就是 公信榜连续18年 拥有冠军专辑 日本史上第一的歌手 公信榜冠军专辑 拥有24张 女性第一 solo第一 历代第二 日本第一个专辑总销量 突破了2000万的歌手 她的春天来吧 被选入了日本中学国语教科书 还被不同国家引进 作为纯音乐的BGM 来为影视作品做配乐 是那种即使不熟悉她本人 也听过这首歌的程度 2013年 为了表彰松润古游时 在日本文化领域乐坛 做出的贡献 日本政府特别为她 颁发了紫寿包张 不过这个奖嘛 中岛梅雪 还比她提前拿了两年 可见也没有那么难嘛 松润古游时 还是名有名的毒蛇天后 经常得罪人 她曾评价近藤真言 脑浆从耳朵里流出来了 也曾嘲讽过 拼其步 把功夫都用在了花装上了 睫毛跟蟑螂脚一样 单打独斗 总偶人还会争谁更红 那Pink Lady 绝对是组合中的 无冕之王了 说她们是70年代 最红的超级偶像组合 也不会有人反驳的 虽然组合在一起的时间 也只有4年多 但就是在那几年时间里 她们的单曲 如洪水般横扫日本市场 五张百万单曲 九张女团冠军单曲 所到之处万人空向 还引发了无数 模仿女性团体的纷纷出现 左手投手 怪物 透明人 这些歌曲的走红和传唱度 在AKB毕业生如云 却一个人都轮不上 一句台词的金铁 大约很难再有 赶超的女子团体了 对了 30年后 有个模仿的组合叫Twins 人们只记得08年的艳照门 而无人提起 因为慈善 旧金山的前青商政府 定9月14日为法定的Twins日 罢了 去网易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80年代 是日本经济泡沫前最后 最极致的狂欢 娱乐圈也是同样的疯狂 但谁都无法否认 1980年的前三年 女明星里 松田圣子是无敌的 她靠着一手裸足的季节 拿到了山头百慧接班人的称号 一袭白色连衣裙和红色腰带 成为她个人的标志 她的圣子头 瞬间风靡了日本和全亚洲 天赋型的美少女偶像 实际也刚刚好 她火得理所当然 出道当年就登上了红白歌会的舞台 即使她在后来总以恶女的形象识人 但这么多年过去了 日本人至今 谈起永远的偶像 也一定是圣田圣子 当然 对于大众来说 另一位偶像下海 顶着救世主称号的圣子老师 也许更广为人知 但这属于老杨的专业了 暗想不表 话说回来 后来几年 倒也不是圣子不发力了 只是比她出道晚一年的 忠孙明菜和小权金日子 势头正猛 说来也巧 忠孙明菜和小权金日子出道时 就顶着圣子头 大概忠孙明菜自己也没有想到 就这样 唱着一首慢动作 甜甜的走进了大众的心 成为了松田圣子日后最大的对手 小权金日子唱歌勉潜能打 和圣子明菜 硬凑了个招合三哥姬的头衔 也算是有名有号的一脉人物了 然而没有如果 美貌即正义 若没有歌声 忠孙明菜单靠着那张脸 也能出道 每到徐克的倩女幽魂 一开始就准备启用她 作为聂小倩的候选人 距离小倩的洗头图 也是照着她的模样画的 发了几张专辑后 她很快就找到了自己的风格 每次的造型 服装和风格 都和她无比服帖 似乎天生写着忠孙明菜的名字 一首Desire情热 一首我的爱人 连续两年获得了日本唱片大奖 是她的里程碑 也是日本乐坛的里程碑 而小泉今日子另辟蹊径 剪了一头爽力的短发 结果大获成功 鲜艳的红衣女孩 艳泪的女儿 魔女 各个成绩熬人 紧接着拍了电视剧 结果就是巨红 电影红带着人红 单曲也畅销 那些年 忠孙明菜和小泉今日子 相依相惜 互为知己 但和松田圣子 几乎是寄生于何生亮的纠葛 观众叫圣子为山口百会的接班人 转头一看名菜 也名艳动人 得 接班人两个也不嫌多 不仅工作 连感情也纠葛到了一起 先说个冷知识 诸君知道渣男一词是谁发明的吗 很长时间里 百科上搜索渣男 词条里的试列榜 都会是一个人 那就是年轻时被称作为少女杀手 老了被称为日本第一渣男的 近藤真言 对 就是那个被松韧鼓游时说脑浆从耳朵里流出来的那个 八十年代 他也是风头一时 然而改不掉花心的毛病 事业上的事迹自不必说 有名的歌扎堆的多 翻唱的也不少 比如陈慧贤的千千缺歌 如果大哥只是犯了一个天下男人都犯过的错误 我做错了全世界很多男人都做错了 那近藤真言也就是一错再错 他和忠孙明才交往的过程中 掩盖了和梅姑正在交往的事实 并且多次劈退 甚至劈到了松田圣子的头上 梅姑大概到死也没有想明白 自己为他复日七次 死前也要见他最后一面 所唱的最后一首歌 也是近藤真言的夕阳之功 梅姑穿着婚纱向人间挥手 不知为谁留 忠孙明才也想不明白 在那个没有三千年一遇美女的时代 自己顶着全球最美Top10的脸蛋 和男友奖项推出 自动退出颁奖 降薪入住了男友的新公司 就连近藤真言说 因为没有钱买房不能结婚的这种话后 忠孙明才拿出了多年的积蓄八千万日元 自购房产作为婚房 就这样也拴不住一个男人的心 看到他和松田圣子约会的照片 伤心欲绝 在家割腕自杀 也许是飞蛾扑火的下场看得太多 松田圣子大概是这样想明白了 转而劈腿了其他的半无美男去了 杰尼斯执迷在近藤56岁的这一年 也想明白了 孤老爷 人间不适合你 快走吧 和21岁的小女生发生了不伦关系 长达五年 这部 谢贤的后续操作 到底是性情流露 还是至今偶像 真不好说 自1974年山口百会出道 至今已半个世纪 一切璀璨繁华 也没逃出时间的算计 矗立在海间的岛屿 也是人事的缩影 往昔情势纷纷 如一斗的大雪落下 雪和岛屿碰到一起 都是旧梦破碎的声音